男子每天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视而年轻帅气 视而老太隆重 这样的他该如何恋爱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奇幻爱情故事 内在美 家具设计师阿金拥有一个秘密 从18岁那天起 他每次睡醒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是男是女 颜值随意 国籍随期 昨天还是年轻帅气的小哥哥 今天就变成了老太隆重的糟老头 随着外表的变化 他需要不停地适应不一样的尺码和顺利 所以家里随时都准备着各种各样尺寸的衣物 像他这样的人可以体会到无数的人生 做了什么亏心事也不需要担心 但这样的身体也让阿金的生活脱离了正常轨道 他没办法正常的生活和交友 更不用说谈恋爱了 说想一下 男友在身边睡了一夜之后变成糟老头 谁不会被吓一跳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只有阿金的母亲和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机友 因为阿金没办法出门工作 他和机友一起创立了一个家具公司 他负责设计 机友负责生产和销售 12年后 俩人的家具公司已经颇具规模 一天阿金去家具店视察转悠 遇见了美丽大方的销售小姐小秀 阿金对小秀一见钟情 此后的每一天 他就顶着不同的面孔 去到家具店见小秀 他越来越无法自拔 深陷在小秀的笑容里 但是对于小秀来说 他就只是不同的客人而已 阿金的内心开始挣扎 在深思熟虑之后 他决定要向小秀表白 但是表白一定要有一张帅气的脸 虽然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 但美好的外在总是会给人抵印象夹分底 他等啊等 终于这天他变成了一个帅哥 于是赶紧去跟小秀表白 成功约到小秀共进晚餐 还带他去了自己的库房 愉悦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但幸好阿金要到了小秀的联系方式 于是邀请对方明天继续和自己共进晚餐 为了防止自己明天变成另一个人 阿金定好了闹钟 防止自己睡着 原来只要不睡觉 他就不会变成另一个人 第二天他顶着黑眼圈去赴约 交谈中 俩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但美好的一天很快又结束了 为了等到下一次和小秀的约会 晚上他依旧选择了熬夜 好家伙 为了谈恋爱连命都不想要了 第三天他打着哈欠 顶着蜡黄的脸和小秀约会 分别的时候 阿金还偷吻了小秀 高兴之余他约小秀明天一起吃早餐 谁知在回家的路上忍不住睡着了 等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秃头的油腻大树 看到自己的新面孔 阿金后悔不已 但是他又舍不得就这样放弃小秀 这天他正好变成了一个小姑娘 于是跑到小秀店里当实习生 娴熟的业务手法成功让小秀注意到他 他也顺势将小秀邀到家中 并且告诉了小秀自己的秘密 还给他看了自己每天的记录视频 小秀看完激动万分 不敢相信地逃走了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秀 毕竟这实在是太扯了 这下阿金又变回了孤独的一个人 但是没过多久小秀又回来了 原来他冷静了几天 发现自己想的全是和阿金有关的事 于是忍不住去找阿金 此时的阿金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 小秀和他同床共诊聊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阿金变成了一个小帅哥 小秀终于相信了他说的一切 并且接受事实和阿金开始了恋爱 俩人开启了撒狗粮模式 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甚至还和变成这样的他 一起出门约会 这天小秀的店里开了一个酒会 跟同事说好了男友会来参加 但阿金偏偏变成了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没办法他只好蒙头大睡了一觉 终于变身帅气型男出现在酒会上 总算是没给女友丢脸 这么好的身体不用白不用 于是当晚俩人就做了羞羞的事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俩人一起拍摄了许多照片 但是久而久之 小秀的身边充斥着许多流言蜚语 传言他每天都在和不同的人约会 并且因为害怕阿金突然消失 小秀的精神渐渐出现了问题 时常望东望西 为了不让阿金担心 他偷偷的吃药 此时沉浸在幸福里的阿金 正在打造一枚戒指 他准备对小秀求婚 万事俱备 还差一张帅脸 终于等啊等 等到了一张帅脸 但小秀面对他的求婚 却反应激烈 两人在一起后 该怎么跟家人介绍 该怎么跟朋友说明 他们俩想在一起 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一激动小秀 因为服药过度进了急诊室 阿金这才知道 小秀和他在一起 承受了多少压力 母亲说 阿金和他父亲一样 现在小秀在遭受的一切 和母亲当初遭受的一样 当年母亲挺着个大肚子 遭受各方压力 直到父亲消失 才渐渐的恢复正常 如果阿金爱小秀 就应该离开他 阿金听完痛苦万分 在内心挣扎了一段日子之后 他决定离开小秀 说来也怪 两人分手后 小秀也渐渐的恢复了正常 一转眼十个月过去了 这天小秀被派去 和阿金的公司谈合作 这才得知 阿金已经独自去了捷克 依旧对阿金念念不舍的小秀 去到捷克 凭借直觉认出了 变身陌生人的阿金 这次小秀主动向阿金 提出了要结婚 他让阿金重新对自己 求了一次婚 这次他已经想好了 毕竟相比眼前的爱人 世人的看法 根本不值得一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